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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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有的时候挺好玩的看女儿胜比赛 如果有个选手比过好了 有时候能在上全场的人都比不好算 这是一段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法国看看也是大家说话说的大腿舞 这是应该很宽快的一段音乐 他的编排也是应该很宽快的 但是看来从今天表现不是特别好所以金赛家自己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在舞蹈在这个花样滑滨的比赛当中用熟悉的音乐呢可能更挑战他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 大家都很熟悉一方面的如果做的好的情况下可能会给他增分但如果说真的要做不好大家那么熟悉他跟节奏节拍卡不上的话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小小的遗憾观点也会更加挑剔 是这样子的 可以说换华冰啊除了技术是一门学问 那编排等等 选音乐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很重要的预定 好 那这样他的动作就完成了 看这位选手很辛苦啊 对因为出现了这么多事物一套节目他能坚持下来 对他自己心里面也算是一种锻炼 但是我觉得还是说同样的话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 所以希望毕竟运动员都年轻 希望他在下一次比赛中能发挥的更好 这次呢韩国呢也是派出了较强的阵容来征战这次的东莞农山航杯的亚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那我们看到了在女子单人滑项目这个自由滑这个阶段呢 都和韩国选手呢就有了有四位韩国选手进入到了这个八强的行列争夺当中 对这次韩国队伍好像是比是比香港队伍还要大 他们获得了很多少年组别的奖项 几乎少年组别奖项都是被韩国队给圈缆了 看来这股进而带来的这个热潮已经在韩国广泛开 还在第一位 下一位出手的选手呢同样是来自韩国的 叫拼中话